她一剛開始的時候 她是整個半邊的癱瘓 她現在才三個月而已 然後等一下你舉手給大家看 對 就已經可以舉起來 37歲筋肉爸爸中風現狀曝光 兒子抱要100年才會好 這邊的腫瘋不動 健身網紅筋肉爸爸 練得一身健美肌肉 卻在37歲中風狀況一度危急 筋肉媽媽甚至簽了病危通知書 那個時候我在急診室 然後裡面的實習醫生都問我說 哇 她這個狀況 酸酸柔鹼劍自己打進去了 然後都還沒勇動起來 她以後可以 大概是 3成 然後妳就在急診室 就哇 就這樣過 後來意識開始比較 醒過來之後 她是從翻身移動開始去練習 因為當時她一剛開始的時候 她是整個 半邊就是癱瘓 所以身體一定是 從軀幹核心 去建立其她的那個肌肉的動作訓練 到末少會是最難的 所以爸爸她現在就是末少這邊的控制 是需要一點時間 可是話說回來就是 她現在才3個月而已 那妳舉手給大家看 好 對 就已經可以舉起來 然後走 身體是完全不能的嗎 她剛生病的時候是半癱 所以晚上是可以自己行動的 對 生活上的治理是可以的嗎 可以 對 就是 只是 手還不能動 不能拿東西 是可以動 可是不能拿東西 所以比較麻煩 所以才3個多月她可以 恢復到這樣 我們還是回歸到是 好險她還是有運動 原本是有那個運動習慣的人 她雖然不見得能降低你 這種先天性疾病發病的幾率 但是一旦發病她好的幾率會 或恢復的幾率會 比一般人來的好 其實我 已經可以不用拐杖走路了 只是 只是在外出的時候 為了避免安全 對 還是會用拐杖 因為家裡很安全的啊 那完全不用拐杖 我預計大概兩三個月左右 對 就可以達到 我還需要運動 運動 我覺得 就是說 大部分 對 對 那大概有一點時間 其實沒有啦 我自己也是很希望能夠回復運動 你會不會害怕 是會有一點啦 但是 但是 這樣觀察下來 其實自己每天都有一點進展 所以 也就沒有那麼擔心了 想到生活平衡是有點害羞啦 因為我們其實熬夜熬得很兇 然後工作那些太忙 可能是讓 造成辦法過勞 是一個很重要的因子 因為 就是 心血管疾病這方面 你在過勞的狀況下 就是如果 你有一些 原本自己的 一些 生病的 可能後病的那個原因的話 就可能會發生 在他生病以後 我非常非常的自責 就是覺得 就是讓他婚禮過 然後給他太多的壓力 所以其實後來 他生病以後 雖然要扛起所有的家計和工作 但是我給我自己的一個最終目標 就是 我們每天最晚最晚 就是十二年級 你要上床 經過了這一場就是 改變之後 兩位的感情應該更好了 我們現在就是 應該說看得很豁大 然後看得就是 彼此能健康珍惜 然後當下的美客是 有的人還會欺負爸爸 對 他知道有的人會欺負爸爸耶 沒有就 就網路上寫 對啊 網路上有人會欺負爸爸 那個好的是九成九 大概只有 可能一成或是 甚至是少於一成的人 是在外 明年的話 就這樣一年吧 能不能至少恢復八九成 然後我們可以一起 出國又離家之類的 對 對 這個爸爸應該是 對啊 就是希望明年 可以至少回復走路正常 然後 從大致上都能做 對 然後 當然然後 那邊也 希望能夠有出版的計畫 對 能夠出一些舒服力的 這樣子 因為現在好多 就是中風的朋友們 都會 一直說 希望他多分享 他自己復健的方法 然後看 就是可以怎麼樣 幫助到他們自己 那邊可以有好多人 所以他們可能做風後兩三 就怕壞 跟之前 想做的事情 會不一樣 健美我還是會啦 因為反正照顧他們 讓我們就是身體PG是滿地的 哈哈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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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